Hello 大家好 我是Elisa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調香師在調香的時候 會使用哪些材料呢 就在調香師的工作台上呢 我們會看到有天然的材料 跟合成的材料 那哪些是天然的材料呢 那天然的材料裡面呢 有來自於植物的 也有來自於動物的 那植物的來源就比如像是 我們常聽見的精油 比如說薰衣草精油啊 甜橙精油 佛壽甘精油 這些精油呢 就是調香師工作台上 也很常出現的一種材料 那另外動物的來源呢 比如說社香 還有龍仙香 梨貓香等等 現在都是比較環保 倡導環保嘛 所以我們不太可能這樣去殺生 為了獲取他們的香味 這樣實在是太殘忍了 對吧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這些動物的香料呢 有一部分呢 都已經是改用合成的香料替代了 那哪些是合成材料呢 比如說我們常聽見的單體 那什麼又是單體呢 打個比方 如果我現在手上有一瓶薰衣草精油 那我從薰衣草精油裡面 提取出裡面的 譬如說 橙香醇 或乙酸橙香脂 把他們的一些化學分子 提煉出來之後 這樣每一個單一的化學分子呢 就可以稱作為是單體 那所以其實我們合成材料呢 有一部分呢 可以是從天然植物裡面萃取出來的 也可以說等同天然材料的這樣的單體 那當然現在的實驗室的技術很發達 像剛剛所謂的這些橙香醇 都已經可以直接透過 不是從天然的來源萃取出來 也可以直接合成出來了 那另外還有一種合成材料呢 就是完全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 那它就是透過不同的化學分子 發生反應碰撞之後 產生出來的新的原料 打個比方 大家可能很常聽見的 比如說西瓜桶 那像這一類的材料呢 就是原本就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化學分子 但是卻被人類用合成人工的方式 創造出來了 那這樣的單體也是可以拿來調香使用的 接下來另外一個材料呢 就是叫香肌 那什麼是香肌呢 香肌最常聽見的 比如說有玫瑰香肌 茉莉香肌 打個比方像玫瑰香肌好了 調香師或者是香料公司 他們透過不同的單體去模擬 創造出類似像玫瑰的氣味 但是這些玫瑰香肌呢 它還不算是香水 因為它在整個構造上呢 還不是非常的精緻 然後包括可能層次也沒有到非常的複雜 所以呢 只能先把它歸類在香肌 可以拿去給就是調香師 再修飾 用跟其他的香調配合在一起之後 才會成為香水的作品 那所以現在的市售香水 大部分都是合成的嗎 那這個答案就是不一定的囉 如果沒有透過專業的儀器去分析 我們沒有辦法確切的知道它的香調表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很準確的告訴你 這個香水裡面到底含有多少的天然精油 或者是還有多少的合成物在裡面 那但是因為像現在都是有可能 大家越來越重視這種天然環保的訴求 所以有的品牌也許天然精油的比例會非常非常的高 但也不代表它完全沒有使用任何合成的材料 那有的品牌現在可能有都是合成材料 但是卻有可能創造出非常美妙又和諧的氣味 呈現給所有的消費者喔 所以啦 我是覺得大家都不要再去糾結到底合成還是天然 因為調香師其實最厲害的功力 就是將所有這些不同的顏色 或是我們說音符 全部放在一個瓶子裡面 然後很優美的和諧的表達出 他想要創作出的主題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香水最重要 需要大家去關注跟去感受的部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囉 有什麼問題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謝謝